难早,错读特朗普政策,乃中共智库统统性党的后果,南华早报一篇深度调查报道,指出,中共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激进贸易政策的错误评估,很可能是中国目前可以发生的智库组织,已经是统统性党的一个后遗症。 报道引述一名中国的学者,说,北京对社会每一个层面,都采取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包括大学校园又要求,必须紧跟党的路线,任何未精准许对政府政策的讨论,都可以视为妄议中央而遭到惩罚。 报道同时指出,北京过于依赖透过类似美国前财长鲍尔森,和前国务卿基辛格等这些后门,来了解和影响美国,但这些人的说话特朗普,根本就听不进去,而特朗普也不想跟他们讲话报道。 指出,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对智库组织严加控制,又严厉对付特立独行者,都可能影响领导层处理外交事务,削弱北京对特朗普当下美国正情的了解报道。 引述分析人士指出,北京对特朗普连番出招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反应,似乎是乱了阵脚,而北京亦严重低估,美国上层社会的反共情绪,甚至到了上个月,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访问北京时,中国内部还有人指望华盛顿可以停止对中国的关税威胁, 但美国完全不为所动,并宣布从7月6日开始,向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征收25%关税,北京被逼做出同等报复措施,华府现在又称将对令外的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征收10%的关税特朗普,而且还威胁,甚至对每一键进口的中国货征收关税。 报道引述一名要求身份保密的前美国政策咨询官员说他们中国领导层和智囊研究员,并不意识到情况已经坏到什么程度,他们还以为,特朗普在吹牛,他们仍然还是这样想,他们说这是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 待选举过后,一切将回复原貌他们完全错了,他们完全错估形式,我觉得部分原因,是他们与外界过于隔绝,部分是由于没有人够胆,告诉北京,他们完全错了。 南早引述消息来源和观察者报道,问题在于北京的政策而政策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巩固党的权力,从而使得有些政策咨询顾问,避免与美国的智库研究员进行深度的讨论,措施了解华盛顿最新的思维和想法的机会直视之故。 在两国关系紧张以及敌视气氛浓罩下,北京至少在贸易战线上完全欠缺一个对特朗普政府的全面性战略报道,指习近平六年前向党内贪腐宣战。 北京同时推出一连串的法规,禁止过度铺张的开销,包括严格限制政府官员,学者和政策咨询顾问出国的次数。 自此之后很多官员,必须交出他们的个人护照,一旦需要出国时,则改用政府发出的特别护照,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被禁止在海外逗留超过一个先期报道。 引述一名华中的电信大学,的教授说在这个政策下,学者很难获批出国。 他说,他需要经过重重关卡,包括来自大学以及政府机关方可获批,出席今年夏威夷的一次国际会议。 这位教授说,所有拥有博士学位的老师或校方中层的领导,必须要交出他们的护照和其他旅游证件,包括出入港澳的回乡证。 一名经常到中国访问的前美国官员,说过去言论颇为开放的中国政府顾问和官员,现在的言谈显得特别谨慎。 甚至在非官方和私底下,都不愿意发表意见。 他说,很难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只不过重申复数政府和党的官腔,这只会构成决策错误更高的风险,甚至是致命的错误。 报道引述一名前美国政策顾问,表示,北京过于依赖传统的后门官说,也是造成问题恶化的原因。 他说,北京过于依赖华尔街和政治上层个别人物,其中包括前财长保尔森和基辛格,来了解美国政情,但这些人现在对特朗普根本就起步了任何作用。 他说特朗普根本就不听他们的话,也不跟他们讲话。 我认为,中国领导层低估了情况的严重性。 北京开始时,曾指望身为白宫顾问的特朗普女儿伊万卡,和她的夫婿来建立与华府的关系。 但这个策略是短命的。 特朗普的女婿因为卷入俄罗斯涉嫌介入2016年的美国选举丑闻,而尼菩萨或何自身男保? 上星期中国财政部在林威寿,命下成立一个美国研究智库联盟,当中包含了20个智库。 他们其中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如何应对严峻形势要加强研究,对政建言为宗旨,围绕美国政经形势,美国内外经济政策,中美关系等问题开展基础性,政策性和前瞻性研究难早的报道,指出,这个联盟其中有研究员披露。 中共现有对美国事务的研究其实学术水平不深,难怪北京面对贸易战时手足无措。